2016年欧洲杯在法国举行 英国队在小组赛里遇到了俄罗斯 由于距离英国本土较近 大量带鹰球迷携家带口的来到了现场 在他们看来 这场球赛已经毫无悬念了 毕竟这里是欧洲 所以在比赛开始前 这帮英国佬开启了嘴炮模式 不断的挑衅在场的200多位的俄国球迷 甚至于有位英国球迷骂嗨了 竟然当众焚烧了俄罗斯的国旗 俗话说 No做 no die Why you try 一向彪悍好斗的俄罗斯人彻底被惹怒了 接着就发生了200位俄罗斯的壮汉 KO3000多英国球迷的流血事件 那么俄罗斯人为什么这么有呢 因为他们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 而是伏特酱 在古罗马帝国时期 以文明人自居的拉丁人和希腊人 将帝国边界外的日耳曼人 凯尔特人以及斯拉夫人 统称为三大蛮族 文明人不屑与蛮族人为伍 还动不动的就派兵骚扰一下蛮族人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 不服咱就干呀 没几年罗马帝国崩塌了 三大蛮族反而越挫越勇 扎尔曼人和凯尔特人建立了德义法应 而斯拉夫人则分成了三派 西斯拉夫人 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 这东斯拉夫人呢 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老祖宗 东斯拉夫这帮蛮子们 定居在蒂涅伯河 与维斯瓦河流域一带 他们虽然同属一脉 没有共同的信仰被称为多神教士气 神奇的是 他们虽然各自的信仰不同 却都要过一个蟹肉节 蟹肉节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为了庆祝每年的春更开离 希望来年庄稼能有个好收成 坏就坏在蟹肉节的过后 斯拉夫人要过上四十天不能喝酒吃肉 不能载哥载武的苦日子 这就像你明知道明天要分成 今晚必定玩的嗨一样啊 每逢蟹肉节的期限 斯拉夫人都会暴饮暴食 尽情放肆 一步长即将开始的摘月礼 腹部的空虚和精神上无聊 但吃的太饱总得找点娱乐项目吧 于是精力充沛的年轻小伙们 就开始作妖了 他们发明了全斗这一娱乐项目 吃饱喝足后 这帮有为青年会聚集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 互相以拳击的方式交流感情 为了不伤和解 他们制定了朴素的斗殴规则 比如彼此之间不能心怀仇悍 不能直接斗殴 一方认输 另一方必须立即停止 当然最重要的是 如果出现不可预料的伤亡 蟹肉结果后双方都不能追责呀 此外斯拉夫姑娘们 还会在一旁边喝卖酒 边为自己喜欢的拳手加油助威 为了获得优先的择偶权 本来就血气方刚的俄罗斯的小伙 乌尔打死一两个也实属正常 然而当罗斯大公 将斯拉夫人民的多神教变革成了东正教后 这帮东正教徒 开始强烈反对这一带有异教色彩的庆祝仪式 可惜想让投铁的俄罗斯人改变生活习惯 曹操说了都不算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们坚持要把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开展下去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拳斗从简单的男子单打 慢慢发展出了男子双打 甚至于团体群殴等新项目 更为神奇的是 当蒙古人的铁骑踏上这片领土后 团体拳斗更是被推上了新的高翻 中元1235年 陈基斯汗的孙子拔渡 带领蒙古大军开始了第二次席阵 蒙古铁骑一路拿下了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等地的地盘 为了方便剥削这帮欧洲佬 拔渡还在这一片建立的金账韩国 莫斯科大公舔着脸做了额剑 专目负责给拔渡收税 蒙古人来了之后 原来的东正教的势力逐渐萎缩 他们对于拳斗这项运动的阻力也就减小了 豪迈的蒙古人自己也是以干账出名的 压根看不上这种小打小闹 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其他各公国的俄罗斯的统治者 普于蒙古人的压迫 不能明目张胆的训练军队 所以他们就把这种群体打斗 当成了断裂人民战斗技巧和勇气的最佳方式 特别是群殴中的一些阵型和战术 与步兵集团的作战技巧很像 可以作为一种潜在的军事训练方式 有了统治者的加持 俄罗斯人民的权斗运动更加的肆无忌惮 以前俄国农民还会等着泄肉节才会互欧 如今这项运动彻底成了俄国人的日常 每天出门不干倒几个邻居 都觉得对不起早上吃的那几个大猎吧 所谓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啊 随着俄罗斯人的战斗力越来越强悍 他们终于在15世纪初赶走了蒙古人 彻底赢得了民族独立 不过被蒙古人统治了200多年 俄国的沙皇们学会了蒙古人的剥削手段 在农奴制的剥削之下 俄国农民确实过得苦不堪言 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似无忌惮的酿造啤酒卖酒和蜜酒了 取而代之的是以相对廉价的黑麦和土豆 酿造的高度的蒸馏酒 这也就是福特加的前身 令人意外的是有了福特加的助力 俄罗斯的斗欧运动发展的更加蓬勃 在奴奴制的重压之下 高度酒精成了毛子们麻痹自己 暂时忘记苦闷的灵丹妙药 而斗欧则成了人们发泄奋满的最佳途径 在高度酒精的刺激下 这帮俄罗斯人彻底丧失了理性 变得更有攻击性 而且酒精还起到了镇定伤痛的效果 所以每年一次的泄肉节 渐渐变成了四季解渴的群众运动 那频率堪比广场舞大妈出操 随着俄式群欧频率的倍增 这种运动的节日色彩逐渐淡化 悬泄痛苦和仇恨的动因开始增多 再加上西方决斗分俗传入俄国上层社会 俄国贵族们纷纷效仿西欧 越来越倾向于用剑或者是枪 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 底层百姓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 买不起枪和剑就用铁棒和板转 甚至还有在手里藏铁块的阴险之徒 有些战斗力爆表的甚至干起了抢劫 传说列宁同志曾在莫斯科的大街上 被几个权斗爱好者劫走了汽车 这帮孙子得手后在车里发现了列宁的证件 然而搞笑的是 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害怕 而是掉头回去打算拿下列宁 因为他们觉得只要抓住了列宁 俄国就是他们的了 所以当时的俄国人可以总结为一句话 左手福特加右手大猎吧 管你二百五猎您都干怕呀 有句俄罗斯谚语说的好 俄罗斯母亲在教会孩子走路之前 俄罗斯父亲已经教会了他们挥拳 19世纪末20世纪初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垄断组织的产生 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 各大流氓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的繁复 此时的沙皇俄国属于吃着碗里的乔着锅里的 国内对自己人民极尽的压榨 国外还想着举起泛斯拉夫主义的大旗 一直想要将领土无限扩大 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苏俄内战苏国战争已经苏分战争 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让爱打群架的俄罗斯人彻底打了个狗 正所谓头可断血可流原则不能丢 二战打完后 俄罗斯人的斗欧影依然没有得到满足 此时美苏两国已经形成的霸权的格局 跟外族干战的机会基本没有了 好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化的道路 又为这帮荷尔门爆棚的毛子们创造了新的土壤 随着苏联国内一批超级厂矿和军工企业的诞生 这些国有厂矿和军工巨无霸 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小社会 幼儿园学校医院和商店一应俱全 在这些封闭的小社会内部 一起出身成长生活工作的小伙伴们 形成了一个个具有高度认同感的小团体 这帮有为青年喝完福特加后会去干什么呢 当然去查假呀 而他们查假的对象就是另一个封闭企业的小团体 所谓九状头人胆 何况是一些绑大腰圆的俄罗斯造汉们 更为奇葩的是 苏联法律虽然对政治犯极为的严苛 但是对暴力犯罪却相当温柔 你可能在家里说了一句领导人的坏话 第二天就被送进了固拉格监狱 但在大街上打群架的却屁事没有啊 法官常常以俄罗斯传统为友 从今处罚暴力犯 从而即使他们进了监狱 也可以随意的虐待政治犯 在苏联政府为暴力犯罪提供的宽宗环境下 当时的苏联年轻人基本属于 打架当饭吃各个小混蛋 这帮小混蛋在斯大林同志上台后 被集体送进了古拉格监狱历练 他们在监狱中形成了 有组织有纪律的犯罪团伙 被称为绿贼 这也就是俄罗斯黑帮的雏形 据说当时至少有1400万人 被慈父同志送去劳改 他们之中有政治犯 权斗士杀人犯和抢劫犯 在监狱中 这帮人彻底放飞自我 拉帮结派打得不可开脚 再次把权斗之一优秀的传统 推上了新的高分 1953年慈父同志去世后 古拉格的权斗士们 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串 他们犹如猛虎出笼 被放归社会后 没工作没希望 日常生活就是打架动物 顺便收收保护费 尤其是逊宗 伯利日涅夫上台后 苏联的经济彻底摆烂了 当年的混混们 利用育友占有搭建的关系法 拉拢贿赂领导干部 迅速搞起了地下黑市系统 倒卖福特加香烟等物资 积累起了初期财富 这波成长起来的权斗士们 就是后来的俄罗斯黑帮的中流砥柱 1980年 苏联为了展现大国分采 因着头皮举办了一届夏季奥运会 政府号召全民大健身 本来就好勇斗狠的俄国权施满 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 纷纷走上街头 打架斗欧 强身健体 普京大地的摔跤教练 乌斯维亚佐夫 就是一位相当出名的高级权斗士 他从小爱好摔跤 还拿过全国业余摔跤冠军 曾因为在酒吧参与极体的权斗 在监狱里待了11年 1991年苏联解体后 监狱里的权斗士们全部被放了出来 整个苏联社会一片混乱 这段时期 俄罗斯的权斗士们迎来了高光时刻 他们依旧地狱化分 形成了不同派别的黑帮组织 他们不光利用俄罗斯私有化 与政客勾结 侵吞国有资产 还用低廉的价格 将苏联留下的庞大的军火 转手卖给了全世界 要是这帮权斗士 手里再有点军队 说不准苏联就被统一了 即便放在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 俄罗斯的足球流氓 也是无人敢惹的存在 所以说面对如此彪悍的民族 演员同志早该有自知之明